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再给您分享一期技术文档 不过在分享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了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同时邀请您参加我的Disco的交流区 咱们一起讨论技术分享代码吧 我今天代码也会分享到Disco的交流区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够爬虫 咱们再爬皇室战争的API 是这样 前些天我给您分享了一个 能够爬皇室战争API的视频 那个我采用的是Python的爬虫进行爬取 这不最近一直在给大家分享够语言吗 所以说今天咱们再分享一个够语言版本的爬虫 咱们再爬取皇室战争的API 该怎么做 咱们马上开始 今天知识点就一个 咱们使用够原的爬虫叫做Go Query 对吧 咱们爬取皇室战争的API 首先咱们先看一下Go Query的官网 这个是它的Github 它没有本身的官网 但是它有Github 大家请看这个点心数是9200个星 这也是非常的不错 这是纯构原写的一个架构 咱们今天就用这个API来进行爬取 大家请看最新版本是2020年2月4号151 咱们就用最新的版本 好不好 OK 那咱们马上开始 然后我再给您看一下 可能没有看过看我这个Python爬虫的那些朋友 您就看这个 我是通过这个网站 咱们爬取皇室战争的API 今天爬取所有的卡牌 咱们看一下 大家请看 这是所有的卡牌都在这地方显示出来 而且每个卡牌的使用率 就是说现在咱们如果在玩游戏的话 哪个卡牌最受欢迎 对吧 这个地方有所排名 第一大家请看是火球 是吧 各个排名都出来 然后咱们比如说点击一下 在这个卡牌的详细页面里面 大家请看有消费的胜水数 对吧 还有这张卡牌 大家的使用率是多少 大家请看这个火球使用率 居然高达将近25% 所以说大家都非常喜欢使用火球 对吧 比如这个超级骑士 也都可以点 今天 我是这么想 今天咱们就爬取所有的卡牌 然后下载所有卡牌的这张照片 然后咱们进入卡牌之后 咱们还要爬取每张卡牌 所消费的胜水数 以及这张卡牌的使用率 好不好 这个是今天咱们爬取的内容 那咱们马上开始 然后是这样 今天我给您采用的是购语言 咱们用购语言是1.5 15.2 这个是当前的最新版本 但是我跟大家说 因为我现在给您演示的是Google Collab 对吧 Google Collab是被很多网站禁止爬虫的 所以说文档 我会以Google Collab的方式给您分享 但是给您演示代码 我还是用我本机给您演示 好不好 OK 那么咱们进入我的本机 大家请看 现在这个是我的本机 我在我的本机下 给您去爬取缩的内容 好不好 OK 咱们先回到我这个客县 不最大话了 过来之后 咱们首先看我本机现在目录下 什么都没有 对吧 然后咱们怎么做 大家按照我的教程走 首先咱们先看一下 我本机装的购源的版本 没有问题吧 1.15.2 这是最新版本 然后在我本地 咱们建一个皇室战争的文件夹 好不好 咱们建一个 然后进入 没有问题 然后咱们使用这个命令 初始化一个够语言的工程 好不好 后面是工程唯一的ID 咱们试一试 一般来说都是要加上您的网站名 再给上一个工程名 好不好 够 大家请看 这时候我会建了有一个够点mode文件 咱们看它一下 没问题吧 咱们已经建了这么一个工程文件 然后因为咱们这个工程的爬虫 用到了go query 所以说咱们通过这个命令 先把go query安装到咱们工程中来 好不好 试一下 OK 安装成功 实际上 因为我本地已经安装过 所以说马上就能够成功 OK 接下来 咱们就应该编写咱们的爬虫程序 其实很简单 咱们这个代码 我不准备一行一行给大家讲 我准备咱们从上个到下过一遍就可以 首先packageman没说的 然后这个是咱们input的包 咱们今天需要用到这些个包 下面这个包是第三方库 上面这些包 是咱们的go query的自带的一些包 其实go自带的包非常的好用 它还内置HP服务器 对不对 OK 咱们看 一上来 大家请看 一上来这个代码 我本来想把它删掉 这条代码 我本来想把它删掉 因为咱们并不使用 但是为什么我没删除掉 是这样 今天我给你演示的是网站爬虫 咱们使用http的get方法就足够了 对不对 但是有很多的时候 咱们的爬虫是要访问网站的API的服务器 Restful的API的服务器 如果访问API的时候 咱们更多的可能会使用到post提交 然后咱们设置一个表单 设置咱们的提交的头 然后提交过去 再返回给咱们Jason的信息 那么如果有一天您要用go编写一些个API的客户端的话 这两个代码您是需要的 一个是往您的请求头里面加keyvalue的值 然后通过这行命令进行请求 然后咱们这是个模拟post提交 好不好 所以说这两个代码 今后今天咱们没用 但是今后我觉得您会有用 所以说我没把它删掉 咱们就直接保留下来 好不好 OK 然后接下来咱们调用http的请求 然后加上网址 今天咱们就向这个网址进行请求 然后咱们再给上一个请求参数 因为是get 而且我没有任何参数 没有任何参数 所以说这地方我什么都没有写 然后后面是判断一个错误 这没说的 然后这地方非常的重要 注意啊 这地方 咱们写爬虫的时候 一般来说不写use agent 就是说不写模拟一个浏览器的头的话 一般的网站是可以让咱们爬到的 但是有很多网站 他们是拒绝爬虫的 尤其是一些新闻网站他们拒绝爬虫 那么咱们就需要让咱们的爬虫头 加上一个user agent 把它变成模拟器 这样的话 对方网站他认不出来你是爬虫还是模拟器 他以为就是一个人真的在访问 对吧 所以说这个地方是需要加 但是不是必须 有的网站不加user agent也能过 但是今天咱们访问的皇室战争的API 它过不去 所以说需要加一个user agent的头 我希望不管您今后您找在座爬虫 不管对方网站要不要求加user agent 您最好都要加保证没错 好不好 OK 咱们加了user agent之后 咱们就开始做服务器的访问 然后看有没有错 没错的话 大家注意看这个地方 这个叫做differ 然后把咱们整个请求关掉 这differ是构言中一个特殊的关键字 它是延迟执行 也就是说当整个程序都执行完之后 请求都结束之后 把咱们请求关闭 好不好 然后看一下是不是等于200 一般这个httcode不等于200的话 就说明这个访问有问题 报错 对吧 302一般是cash可能还好一些 这个地方其实应该再判定一个302 好 接下来就是今天的重点了 咱们调用go query 这个cool干什么 咱们去解析一下 咱们读到的这个html文档 然后大家请看 我在读的时候 我会这个 为什么它叫go query 它非常的像g query的语法 如果您学过javascript里面的g query的话 您会非常容易的使用go query 它就是相当于这个g query语法 对吧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其实就是一个g query语法 我找到div 并且id是card container的这个key 然后呢 再找这个key下面的div下面的css叫做gradeitem的这么一个css 然后找到之后我会去循环所有的内容 这相当于就是这一张卡牌的位置 对不对 咱们一般从这张是可以看到的 我给你看一下 咱们比如说咱们就看这个第一张火球 咱们点开选择这个减证 点开之后 咱们看 这个div对应的id是card container 对吧 对应的就是咱们这个地方 card container 对吧 接下来找这个card container div id为card container 下面的divgradeitem是哪个呢 大家看 就是这个 大家请看 是这个div下的这个 这个其实是一个循环节 大家请看 后面每张卡牌 它都是在做这个循环 所以说呢 咱们就要取到这个div下面的css等于这个gradeitem这个循环节 然后呢 咱们循环每一个这个divgradeitem 取到这个循环节里面的所有内容 大家请看 点开之后 这里面就是这个div css等于gradeitem下面的各种各样的内容 咱们在这个循环当中 在这个循环当中 咱们再取这个下面的所有的信息 都是可以取到 它是这样 就这个quare 这个goquare 它是我再放的一下 然后得到一个循环节 在循环节里面 咱们还可以继续的放的 对不对 比如说我放的第一个a 让它取得它的这个 这个网址 为了我想 因为我要访问到具体的这个 每一张卡牌的详细信息 所以说这个地方我要获得 同时取得它的图片 然后呢 取得它这个卡牌的名称 然后找到这个图片的网址 把图片的网址做一个裁剪 裁剪完之后 然后呢 判断是不是UR是UR化 下面这地方 大家请看 我做了一个函数 我做了函数 对吧 如果我找到了一张图片的网址 我通过这个函数呢 直接把它下载到本地 好不好 这是咱们整个一个逻辑啊 然后这地方呢 我其实是把咱们这个图片UR做了一个拆分 把图片名单独取出来 取出来之后 通过这个地方呢 进行一个组合 组合完之后 通过这个下载函数 下载这张图片 下载完图片之后 大家请看这地方 我在进入每一张卡片的详细页 进入卡片的详细页之后 咱们就能够去解析详细页里面的剩水 以及使用率 这个详细页 我呢 单独写这个函数 就下面这个函数 这个呢 相当于又是一个新的URL 然后咱们再爬取新页的方法 大家请看 跟刚才是不是一样 有一个get是吧 又有一个ht 这个请求头 然后咱们继续请求 判断是不是200的错误 没错误 咱们直接开一个go credit 然后呢 再查询 那请看 这两个串 就是分别取到剩水的位置 以及使用率的位置 取完之后呢 把咱们取到的内容 显示在画面上 这就是大概这个程序的 动作的 这个前后的这个顺序 咱们呢 显然少许 我把它拷贝到我的本地 咱们实验一下 好不好 OK 拷贝过来啊 这个位置 Ctrl C 拷贝到我的本地 这咱们先做个清评 然后用nano 编辑一个文件 咱们就叫做mengo吧 然后拷贝过来 存盘退出 没问题 然后咱们直接执行啊 go run 我感觉这够圆的速度 确实很快 是稍等稍等停下 先停下 为什么要停下 是因为 我会把它拷贝到 我本地的image文件夹 我现在应该还没有 我建一个本地的文件夹 OK 然后清评 咱们再运行啊 好 它一边运行 大家看 你看 每个页面内容都取到 图片呢 也能下载到 能不能下载到呢 咱们看一下啊 大家请看 这个图片呢 都出来了 对吧 这是咱们正在爬取图片吗 每张卡牌的图片呢 都出来 没有问题 是可以看到的 是吧 没有问题啊 这个呢 就是简单的 go爬虫 而且我感觉 go爬虫的速度 好像略快 于python爬虫 当然 其实这不是很明显 因为毕竟处理的内容不是很多 主要是依赖于 这个网络的 这个通信的质量 但是感觉go爬虫 爬的效果呢 感觉速度比较快 其实可能差不多 是吧 OK 可能也包括啊 咱们下载到 这个网页的内容 下载到网页的内容之后 咱们通过这个go query 进行解析 它解析的速度呢 可能也要快一些 所以说通过最近 我在做一些个酷 我发现 go爬的执行效率 咱不说编码效率 编码效率肯定是python快 执行效率啊 还确实是 go爬快一些 所以说今后呢 可能我会给您做 更多的 归go爬第三方酷的 一些个课程 好不好 咱们呢 一起学习go爬 真的是很不错 而且今后呢 可能我还会 再给大家开这个Firebase 以及这个google cloud平台的 一些个课程 像这个google cloud平台 包括这个Firebase 它都有一个叫做 function cloud 对吧 cloud functions 它是什么 它是相当于 在服务器端注入一段代码 换出 也就是说 在咱服务器端呢 加入一段这个批处理程序 这个批处理程序呢 咱们可以采用这node.js 可以采用python 可以采用java 还可以采用构源 真的是非常不错 构源的应用 真的是越来越广泛哦 真的是非常的不错 好 咱们大家请看 图片都出来了吧 没有问题 咱们都把它爬到 点击一张打开 也能看到 这个我还特别喜欢用 这个扔石头往前滚嘛 对吧 OK 以上呢 就是我给大家今天分享的 咱们google 爬虫的具体的写法 以及如何爬去 皇室战争的API 我觉得呢 这对您学习google爬虫 是一个很好的参考 好不好 今天的代码呢 我都会放到 我的discope的周园区 有兴趣朋友呢 你就下载参照一下吧 好 那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 谢谢观看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再见吧 拜拜